我一直有这个心里有这个愿望 所以为什么说很多事情 再努力都要想办法 再辛苦都要撑过去 我不只是做我父亲的事业 我也不是说再做给员工 其实我觉得更大的使命是 我们要代表着台湾飞出去 让人家知道 我们台湾也有一家 很有水准的航空公司 去年5月 当时还是长荣航空董事长的张国伟 在接受本刊独家专访时 多次很认真的谈到他的使命感 然而当场让他不寒而栗的父亲 张荣发在1月20日辞世 遗嘱上指定由他接班 并把名下财产都留给他时 他同父异母的大房兄弟就开始进逼 老陈也跟着背叛 不仅撤了集团总部 废了总裁 把他的上位之路封死 3月11日 大房更趁张国伟 嫁机飞到新加坡时 发动骑袭 拔掉他的长荣航空动作 是啊 本是同根生 相间何太极 但据本刊了解 大房其实对张国伟 经营长荣航早有不满 对航空射入盛生的大房女婿 郑生池及三子张国正 他们看不惯张国伟 扩大机队海长在吹嘘很会开飞机的事 而大房老大张国华更曾质问张国伟 花大钱找金城武拍长荣航形象广告 完全不理张国伟做这个广告的幕后动机是什么 我就设定说我们要踏入国际 可是我们要从亚洲先出发 那我就要从亚洲可以接受的艺人里面 选一个比较国际化的脸孔 有国际形象征的 那时候东讲西讲就他 即使张国伟对于长荣的经营都有他的想法 但他手上掌握的股权薄弱 家族斗争一起 他也只能看着大房人马 班师回朝败下阵来 目前他唯一的依靠就是张荣发的遗嘱 要求遗嘱执行人柯立青执行 并追查巴拿马长荣国际公司的账 逼柯立青公开财产打千亿的遗产官司 张国伟先前接受本刊专访时 曾感叹他的母亲从小耳提面命 要他以后别想在长荣上班 要自己想办法 但现在演变成这样的斗争 他心中可能只有更多的无奈